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侯友宜缓甲指出并不是卡关 只是退回程序委员会 最后还是会送出去 市长侯友宜在议会新会期提出了施政报告 首先针对大众运输系统的三环六线进行说明 他指出日前的0403强震对环状线造成影响 最快的今年12月就能够恢复通车 而另外核定中以及规划的进度也一并提出 三环六线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路线的一个建设 我们三嶺线 今年会办理优先路段的电银签的测试 我们一季大概是明年可以完工 万大中和线 首辆列车在今年年底会进场 南北环土城树林系组东湖线 陆陆续续在施工当中 基隆县在办理基本设计 但而二期在办理修正计划 会按照国外会审查的意见修正当中 中央地方联动立院总预算 迁动赖政府是否也让地方施政受到影响呢 市长你常常在讲嘛 说好像觉得中央都偏心给的不够多是不是 这样子算啦 如果按在六都的人均预算来算 我们新北市都是最低的啦 对因为你常常在讲这件事情 我也有记在心里啦 你之前是常常在抱怨说 中央都很偏心啦 给我们新北市的不够多啦 希望帮新北市民多增加一点啦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市长现在呢蓝白两党啊 基本就是不想给了嘛 昨天啊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啊 在立法院程序会蓝白两党 将这个预算整个都退回 议会民进党团总召张维茜 随后在质询时她说 日前立法院蓝白联手 将中央总预算退回 影响层面之大 可能影响到地方的财政 还列出了各项经费运用情形 市长郝友宜干净打原厂 说并没有卡关的问题 我想这会因为在立法院 还在选业当中 虽然退回成绩委员会 那我相信还是会再送进去啦 那我会尊重立法院的全责 当然这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以民生 所需要的为作 有些那个考量 所以虽然有时候预算 也还没过 很多的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不能等待 市长表示她尊重立委权责 希望针对民生相关议题来讨论 法电预算没有通过 还是可以执行 像是运用灾害准备金 中央地方应该要合作一起努力 走进公园就像是小型的森林一般 为了打造优质修器场域 台中市建设局和民间基金会 在北屯儿童公园 打造全新的林间探索游戏场 有攀爬隧道攀岩厂等设施 公司合力推动公园环境再造 让民众是直呼 超级赞 请用简 简下断带宣告北屯儿童公园的 林间探索游戏场 今天正式启用 建设局长陈大田 也特地到场视察 我们感谢民间基金会 给我们很大的资金的益助 让我们可以在北屯儿童公园 做了两期的改善 第一期我们做了景观尺的优化 第二期就今天 我们也把游戏场本身来完成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在我们公共设施 做了很大的改造 整个无障碍 尤其在我们的游戏场部分 我们打造了一个共荣 而且全林化的 大人可以带小孩在这边玩沙 而且他有波浪型的栈道 刚好呼应北屯区 我们老树参生 这样的一个基地 小朋友开心的溜滑梯 这次不但新增了探索游戏场 包含攀爬隧道 沙坑以及小型攀岩场等 共融游具 一旁的景观尺也做了改善 种了水生植物 增加活水的流动等 绿意盎然 焕然一新的同时 也是大朋友小朋友 毛小孩走跳秀气的后宿灾 弄成这样其实还不错 对大人跟小孩来讲都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原本设施也算蛮老旧的 所以能改成这样我觉得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蛮有帮助的 以前小朋友比较少 现在比较多 都过来玩 4500万元的改善经费 全由民间基金会捐赠 公司合力推动公园环境再造 让不少民众都直呼 公园变得很不一样 超级赞 很好啊 这里有绿色植物啊 空气又很好啊 我们这个公园算是蛮不错的 地方上大家都很高兴的 就是说有一些引进了一些 新的游戏设施 环境什么都改变了 这个公园要有改变了 因为这个 差不多40年的历史了 市府和民间团体一同打造 优质的休憩空间 就是希望能提供地方 更优美的运动场域 也为孩子建制更多元的成长原地 探索自然野趣 美乐地公园论坛 在台中新市镇大楼集会堂来登场 吸引了全国9所大专院校 152件的作品投稿来进图 除了颁奖呢 更是邀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以亲自然野趣公园 与地景游戏场 带来了4场精彩的讲座 有更多的自然 Nature 还有光亮 能够 在小树苗上写下祝福 小卡片挂到许愿祈福树上 为美乐地公园论坛 温馨揭开序幕 对澳洲雪梨有一些永续发展的项目 还有他们在公园地设计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追求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演讲也会非常精彩可期 那我们这次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自然野趣公园 另外一个是地景游戏场 那全国的征建论坛 非常的激烈 那第一名的 我们还祭出了三万六千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奖项 那全国的雪子 我想今天就会汇聚在台中市政府 游戏场 而非游剧场 打破旧有塑胶游剧公园的印象 透过自然地景的缓坡 制红池等 作为设计理念 让孩子在天然环境中玩耍 第五届美乐地公园论坛 吸引全国九所大专院校 152件作品投稿净图 今天在台中市府新市政大楼集会堂颁奖 更邀请国际重量级讲者 以及国内专家 以清自然野趣公园 与地景游戏场 带来四场精彩的讲座 受限于法规的关系 都局限于邮剧的设计 而非整体场域的营造 想在这次设计中 去做一个整体的营造 来去透过地形 植栽以及气候等等的 环境因素 来去让整个空间 能够提供给小朋友 自然探索的一个环境 用自然的融合性 融合性 渗透性 以及调节性 来去 来去 来去加强内部的机能 以及丰富内部的旅游层次 学生 学者们 在净途作品前交流讨论 现场涌入超过400名的参与者 首奖不仅能获得36000元奖金 更为公园建设 碰撞出新火花 惊艳传承 路边偷到垃圾 再加上连日下雨 造成了破袋发臭 来看到这是新竹县新浦镇 还有虎口香交界的竹石二县 被发现弃制了成堆垃圾 而且是长达有百米 里头包含有像是马桶啊 玩具等 明代市通报清洁队来处理 同时也要调阅监视器来带人 玩具 遥控器等一包包 家用垃圾裂开 散落在马路边 虎口和新浦交界 近日被民众发现在详喜路 往长安路的250米处 被人丢弃成堆的垃圾 让居民愤怒又无奈 因为这一段没有居民 所以说距离也蛮长的 很容易被盗垃圾 还有建筑废弃物 长安村这边是属于新浦 还有另外一边是属于阳梅 因为常常都发生 当然大包小包的 被几乎是常发生 我们居民真的是叫做墨口奈何 因为属于叫这地方 时常遭偷到垃圾 长安村警铃罩门和阳梅 过去怕有治安死角 在逐十二线前后装设监视器 这次偷到范围约一百米 有马桶 指滑地链等 还能找到寄到湖口的信件 疑似是在地人所为 最近连日下雨 垃圾逐渐被冲刷到边坡 散落满地还开始发臭 明代已通报 清洁队处理 这个垃圾已经沉积了很久了 已经开始发错了 那我请清洁队能尽快的来处理 因为我已经发在网站上面 请清洁队拜托一下 尽量把它整理完 然后请这地方干净一点 前几年就是因为为了死机死压 前一段才会装着一个 网站的隔篮 就转过那边 就是现在因为 隔了就现在会丢垃圾 往这边丢了 这时候垃圾会比较往这边 这边就比较平坦 而且又人间稀少 他就会往这边丢了 七年前湖口村 羊喜窝露 也曾被偷到过暴斃机枝 装设防护网后 不肖人士转而到逐十二线乱岛 接下来要调阅监视器来逮人 杜绝垃圾再次污染环境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是世界河川日 响应爱地球 新竹县是举办了 头前膝近膝活动 吸引的学校还有社区 有超过有160位的志工来加入 沿着新龙大桥 上下游500公尺的范围 一一的捡起垃圾 同时也回收瓶罐 让溪流变得干净美丽 戴上帽子和手套 青年志工沿着溪流捡食垃圾 响应九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是世界河川日 县府举办头前膝近膝活动 各学校各公司 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 热烈的参与 我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都生活在这里 我们要我们的家园更干净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今天代表杨文科县长 感谢我们展观学员各界的支持 让我们的家园更干净 包含明星科大 磐石高中 波罗和中轮社区等 超过160位志工加入 年龄最小16岁 最年长70岁 两人一组 戴上垃圾袋和工具夹 捡起石缝中塑胶带 也走下河床 找寻草丛间夹藏垃圾 还要把宝特瓶 铁铝罐和铝箔包等可回收物 集中做分类 头前溪新龙大桥 上下游500公尺段 溪流变得干净 焕然一新 这次总共来了100多位 160几位的志工 那也跟企业 学生 还有相关社区的 那个社会人士 一起来办这活动 这次主要由 那个黄冶协会来协助 那近期的范围 在大概有500公尺范围左右 还有外籍学生第一次参加 认为用实际行动 守护地球很有意义 百人近期发挥社会服务精神 让环境永续 头前溪变得更美丽 现身和投资群组 传授心法 保证获利耶 下载APP 投资储值 等一下 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 真的是诈骗 打诈新事法上路 少到投资诈骗 原层诈欺犯罪 最终关12年 有一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事法 加重刑法 共同打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学生搭乘客运的通勤需求 苗栗县长中东井 目前已经请了教育处 来了解通宵后龙 还有公馆等地的情况 学子都已经不需要在大牌长龙了 都能够顺利的达成 另外呢 针对像是苗栗市的部分 也已经协调了客运来增加班次 并且要调度U-Bike 有效的来舒缓通学的人潮 一节科技府接手新竹客运 就因为学生通勤 大牌长龙掀起了热议 苗栗县长中东井 关心学子通勤需求 除了苗栗市 针对通宵公馆等地 也则成教育处马上调查 搭乘的状况 特别让教育处去看了 那个我们通宵后龙到苗栗 读高商高中 还有苗栗的学生 我也看了那个 叫他去看了公馆的 并没有昨天他们讲的那种 学生搭不上车的那个情形 那当然如果有的话 也希望大家尽量反应 一节科技在苗栗县 共有12条路线 其中苗栗市囊刮了苗中 苗商及苗浓的通勤学生 考量火车陆续到站 人潮一下子涌入 目前已要求客运先行发车 让先到的学生 不必排队酒后 班车亦可以折返加入调度 从竹南到这个苗栗 火车站的火车是七点到站 那如果他走到 那个车站等车的时间 我猜了 上下车了不起 六七分钟七八分钟 一定能够就定位 所以我们也要求了 一节公司看是不是能够 七点十五分就先发第一班 然后绕回来就变成有三班 然后那个第二班 一样就是七点二十五到七点三十 然后他做电后最后一班 我想这样就不会有拥挤的情形 同时请U-bike系统 可以技术性加快转移速度 提高学生骑程的意愿 并在车站和各高中值 调度足够的单车数 符合上下学时段的需求 教育非常重要 我们也希望每个学生能够 每天准时安全的到达学校 包括上下课 我们也会联络 已经公务处已经联络 U-bike公司了 我们会做最好的调度 让我们的学生通勤 有最好的功绩 目前县府已经协调各单位 共同努力打造优质交通环境 让学生能够顺畅的到校上课 也希望便捷的交通服务品质 可以鼓励更多苗栗学子 选择就进就学 桃园市大溪区五岭桥 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次数 是高居全区第一 因此市警局从六月起 增设了三项的科技执法 防止事故发生 短短四个月 这累计的罚单有三千多件 但是是遭到民众质疑 这是陷阱 明代是邀及警方会刊 期盼是改善道路 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桃园市大溪区五岭桥市 通往大溪老街 与主要的对外道路 今年六月起市警局增设 测速闯红登及 不一标志标现三项科技执法 四个月累计罚单超过三千件 市议员李伯芳认为 因从改善道路规划着手 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是造成很多民众受罚 那这一点呢 事实上是我们确实要去检讨的地方 那原因是法的一个制定是为了少数人的违规 然后接受应有的一个处罚 那我们现在是多数人造成的违规 那是代表你法的设定是 法规的设定 条规这个所谓的交通规则设定是有问题的 李伯芳提出两点改善建议 一是将原有的分隔岛改为左转专有道路 二是增设机车专用道及耗制 判改善交通佣金抢到的状况 减少事故发生及道路车道加速通行 并保留科技执法的三个诉求 希望是说针对整个路口的一个五叉路口 让它简单化 变成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正交的一个路口的一个规划 负责就是配合道路工程的一个 做一个检讨跟测进 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 那科技执法也不是为了要取缔 事实上科技执法是真的为了解决交通事故 所以说这是可以做调整跟思考的一个方向 以上 科技执法的根本是建立在道路规划上 除了留意各项耗制 民众在道路行驶的途中 也得多加注意四方来车 维护自身安全 新竹县产业发展快有勤的 竹北高铁特区 这里交通便捷吸引不少人移居 那么光是有家祥七街的周边 两个大型社区就有600多户 但是出入的道路 常常都会被汽机车给占用 还挡住了消防通道引来明月 大楼人行道旁停放一整排机车 还有汽车挡住消防通道 竹北市甲翔七街是社区地下停车场 唯一进出用路 却常有汽机车久站阻碍交通 这边的道路规划是以单行道为主 甚至在靠近我们大楼 这一侧是没有任何的线去划设 不管是红线还白线都没有 所以因此造成车辆的久停 甚至造成他们车道出入口的不便 许多的汽机车久停的问题先把它解决出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高铁周边附近的家祥六街 刚刚讲到对面的高厂六街 也希望汽机车可赶快划上 临近火车站交通便捷 高铁区新兴大楼多 其中嘉祥七街两大社区就有662户 陆续已有100多户入住 由于门口两车道都是单向道 造成要到光明六路东二段的车辆 只能绕东兴路改道 车流回堵塞车不便 接获住户反应 明代召集县府于事工所会刊 嘉祥七街初步要先划红线 解决救战车问题 太方便的就直接逆向出去 虽然是比较快 但还是会比较危险 很长就是右转的时候 要等车流量 然后会卡住 然后再加上你车流量大 红灯一下去 就大家都在骰车 然后加上旁边也还没完工 那他们时不时会有那个大型车 那车道又会在缩小 因为这边有消防通道 社区的消防通道 所以常常有被违规停车 那未来如果发生危险 有违规停车的部分 就会进出会非常的不方便 避免再有逆向开车 和违停妨碍消防问题 两个社区将协商出共识 再争取把单向道改成双向道 让出路交通更安全顺畅 桃园市截至9月 已经有20例的境外移入登革热确诊 再加上临近的新北市 出现了登革热群聚案 所以卫生局就呼吁了 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检查家里的室内室外 可能会积水的容器 落实环境的清理 避免这个蚊虫滋生 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不明原因出现红疹 发烧或肌肉关节痛等 小心染上登革热 桃园市卫生局表示 日前收到第20例境外移入的确诊案例 加上临近的新北市出现群聚案 显示疫情有上升的趋势 呼吁回国民众因自主监测14天 也要落实环境清洁 登革热疫情通常出现在 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国家 近年随着气候变迁 导致疾病蔓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2000年全球仅有50万例疫情 但光是今年已经收到 超过1000万例的通报 是2023年的两倍 那近期国内有东部 北部有发生这个新的本土 登革热的群聚案件 那加上近期的常有大雨 那在雨后之后 一定要非常注意居家户内户外的 这个环境之间有的清除 尤其是积水容器一定要清除 下过大雨后 杂草重生的闲置空地 盆气帆布等容易发生积水状况 卫生局将疫情通报各局处 派员监督学校商圈市场及工地等场域 民众也要对居家环境提高警觉 落实积水清除 保护彼此的健康安全 为了降低流感 还有新冠肺炎的染疫风险 缩短接种疫苗的等待时间 桃园市卫生局是推出了 疫苗一指定的线上系统 即日起开放可以预约 省去了民众等待的一个困扰 还有待在医疗院所的风险 那么第一波呢 65岁以上的长者 10月1号就能够来免费接种 登入桃园市卫生局网页 斗大的疫苗接种预约平台就映入眼帘 秋冬季节来临 新冠肺炎及流感的染疫风险增加 桃园市卫生局推出疫苗一指定预约系统 省去民众的排队时间 我是不晓得 以我个人来讲 我不会用 所以我就不会去看 然后如果真的有那个什么 简讯上面有看到的话 我会叫我儿子帮我筛选一下 预约完成后会通知接种民众 在特定的时间内到医疗院所 可以避免待在高风险场域过久 为了鼓励更多人接种 卫生局也准备了健康好礼 在各区卫生所或社区接种站 完成疫苗接种 就可以获得限量好礼 卫生局特别体恤后 民众在过去很多疫苗开打的时候 民众非常踊跃 所以造成民众排队等候的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上网的这个预约流程 可以让大家比较快速 在疫苗就接种 同时接到享受这个接种的服务 也可以免去这个等待的时间 系统24小时运作 并与全市313家医疗院所合作 第一波的免费疫苗接种 10月1号开放65岁以上长者 孕妇 医事人员 及高风险慢性病患等群体优先试打 又人上当了 有钱要进来了 谁要泥干领 警察一定抓到你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打诈新司法上路 严审诈欺犯 骗越多关越久 最多关12名 最重罚3亿元 提高假释门槛犯 三次不得假释 要让诈骗集团 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的 没得花 守护诈骗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 有一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司法 加重刑罚共同打仗 这节新闻 先带您看到 二度获奖不简单 桃园市的桃园 以及中立地震事务所 参加第21届金党奖 在87个参赛的机构中 是脱颖而出 而这已经是 这两个地震所 第二座的奖项了 这次是以在地特色的土地工 还有皮糖文化归档 具有特色思维 获得了肯定 桃园及中立地震事务所 获得国发会 第21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 市长张善政 在市政会议中表扬肯定 感谢地震人员 秉持细心及创新态度 运用科技妥善管理档案 火化档案价值 在各领域都能发挥功用 机关档案管理 就好像奥斯卡奖一样 为什么 因为要得奖 真的实属不容易 那如果要第二次再得奖 那真的是难能可贵 所以我地震局 跟八个地震事务所 除了平正地震事务所 因为受限到办公室的影响 我们都已经得过金党奖 桃园地震事务所结合 景福工的土地工文化 让传统信仰与地方特色相互融合 而中立地震事务所 则与农田水利署合作 推动脾塘文化 活用历史文件 这样的做法 不仅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资产 还提升了地震领域的档案应用效率 其实我们都有按照 我们的一脚步一脚域 很踏实地在做 落实我们的机关档案的管理的工作 这样子落实 而且我们还持续地在创新 包括我们北北基陶族 新竹我们有一个档案共好 交叉集合 让我们的档案管理 其实能够更有它的效能 张善政表示 能在87个机关中脱颖而出 而且是第二次获奖 实在不简单 独特的思维和创意 不仅提升了地方文化的价值 也促进了社区的凝聚力 备受月迷奇大的 2024高速青春音乐展演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盛大登场 那么今年不仅领选出了金波 还有听听就好 两组的新声乐团 还安排他们创作的单曲也上架 同时邀请到了人气乐团 是轮番来上阵 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音乐饗宴 人气乐团粗大变 精彩的旁客乐曲 充满爆发力的演出 全场嗨翻 享受热力四射的摇滚氛围 仔细看看市长陈琦麦 青年局长张一丽 以及立委许志杰 黄杰 全部化身歌迷 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挥手呐喊 沉浸在乐团带来的摇滚乐神当中 青年局年度音乐盛宴 2024高速青春音乐展演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开唱 不仅邀请热门乐团上场标歌 经由青年创新音乐发展培育计划 临选出炉的两组乐团 金波以及听听就好 也通过层层考核以及市长把关 正式宣布创作单曲上架 音乐串流平台 请问金波跟听听就好的单曲 审核通过了吗 321请按钮 那高速青春其实也逐渐成为一个展演的品牌 那我们每年都会从包括说 短期中期长期 来培训包括目前幕后的 优秀的乐团或者是展演的团体 那尤其在这个学程培议课程结束之后呢 那也会对决到像我们的大港开唱 或者是打狗音乐祭 那甚至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活动 人气大使高雄雄也现身演唱会 当场雄抱市长陈其迈赢得满场掌声 而虽然比不出市长要求的经典摇滚手势 蒙度照样破标 高速青春音乐培育计划 今年迈入第四年 成为高雄青年指标线的音乐培育 以及展演品牌 市长鼓励喜爱音乐的年轻人 像金波听听就好两组乐团一样 将梦想化为行动 用歌声以及舞台魅力展现自我 9月28台中红牛风街展演赛车 即将要来临了 工程会结合在地的板金企业 制作专属赛车 雷射的雕刻设计呢 让整个细节是更加的细致化 也成为了市长卢秀燕 宋贵宾的伴手礼 让台中板金工艺 跃上了国际舞台 在板金上雕刻 台中国际赛车展演字样 独一无二的纪念品诞生 它整个代表我们台中 制造业的产业能量 而且除了我们的力与美 都在这里做呈现 让工业变成工艺 然后代表一个城市的产业能量 顺利的把它做出来 当然我们这期间也经过了 一代两代三代到第四代 我们才开始定案 做了一些修改 主要我们是为了安全问题 不要有一些刮伤的问题 还有在表面 能够让它更完美 金色黑色银色三种颜色 每台都有着不同故事 帅气的车体线条 时髦的雷雕设计 精力三次打样 第四次定版制作 工法细致 使用13次雷雕 真胎车可以看到满满的细节 将板金工艺结合国际赛事 让产业被世界看见 台华公司它这个金属制造 可以说在我们台中市 精密机械园区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而且制造甚至设计 都非常精美 把这个模型送给贵宾 把我们台中市 带向国际 迈向国际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台独特设计 在9月28号 国际赛车展演当天 作为市长卢寿燕 送给贵宾的板手里 气派又华丽 让台中板金工艺成为亮点 来看到新北市政府举办 府中期换成系列活动 10月5号开成之后 将会推出六大主题内容 包括了有影视美学特展 古卓体验 还要带大家来吃美食 买伴手里 最后还有万圣节派对 市府要邀请民众 来场不一样的欢乐十月 按下按钮启动仪式 宣布2024府中期换成系列活动 正式开跑 今年结合金发局 文化局 市场处 以及府中商圈等跨单位资源 要重现1920年的方桥风情 让大家认识我们方桥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年代开始的 来怀旧这个部分 那把我们府中双城 我们旧城 跟我们现在所在地的新城 可以串联起来 知道我们府中双城的 这个历史脉络 以复古为主题 长达一个月的活动 也将推出六大主题内容 包括现场将会打造 缩小板的学校 板桥酒场 放送所 游便局等 而开城后的第一炮 是在府中书举办 少年拍影视美学特展 紧接着上场的是古着体验 可以穿着传统旗袍 到府中齐换城来打卡拍美照 免费的部分呢 我们有24个场次 那每天四个场次 有80个人可以参加 所以呢 有480个人可以来体验 我们这样的古着的一个衣服 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 给我们体验 那当然另外 如果你要整个梳妆打扮 我们另外也有这样的报名名额 欢迎大家永远参加 后续接力的 还有适合全家参加的 亲子夜生活派对 还要带大家吃美食 买办手里 最后登场的是配合万圣节的 府中搞什么鬼活动 每周六日轮番上阵 精彩可齐 活动从10月5号开始 相关报名的活动资讯 会在官网以及粉砖上线 是否邀请民众进场 体验不一样的奇幻十月 为扩大文化产业 结合观光的效益 苗栗县三艺木艺漫活嘉年华活动 敲定双十国庆日登场 活动连续四天 除了木雕大师现场创作 还有假日艺文表演 以及传统鲁班工祭典 邀请民众来体验 以木雕为主题的艺术饗宴 三艺建中国小客家舞蹈表演 带领大家感受客装艺术之美 也为苗栗县三艺木雕艺术节 木艺漫活嘉年华记者会 揭开序幕 这次主打传承意涵 记者会上邀请李庆隆 李甘慧妇女党共同创作 届时活动 还有许景昌父子党 徐明秀翁绪现场创作 延续木雕记忆传承 全国几乎来了很多的木雕大师 当然三艺本身也培养出不少了 那我们也看这些木雕师傅 都有一点年纪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现在年轻人 如果可以加入木雕的行列 我觉得它是一种创作 当然也是一种艺术 它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如果真的下功夫 说不定可以出现更多的好的大师 活动将于10月10日 国庆日盛大登场 连续四天结合巧胜仙师 鲁班公祭典 木雕创作 文创世纪 艺文展演等内容 广邀大家共享山城艺术饗宴 木雕创作 木翼体验 那包含了木雕师的现场创作 另外呢 我们有一群新秀 它就会有一些冰雕的体验 跟亲子DIY 还有文昌笔 还有原木手剧 然后还有邮剧体验 跟双人剧目 等等的体验 所以那天的活动会非常的精彩 总共四天的活动 届时还有木雕新传成就奖 国际木雕竞赛颁奖 及精彩的木雕创作展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赏木雕 逛山城 感受三亿漫城之美 等一下 那个杨学会是假账号 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 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要是我一定立法 填半 严惩 增加更多的打炸工具 蛤 现在已经有了 打炸新事法上路咯 不可以再加我名打工具 严惩炸妻犯罪 最终关12年咯 全民来打炸 反炸165 反炸有你我 打炸新事法加重刑罚 共同打炸 欢迎回到Tnews联播 苗栗县旧师节小确信 县府今年针对了县内的教育人员 首发奖励金每人500元 那么旧师的考基奖金也提前入带 县长中东景呢 更是入境拍摄了微电影 并且为请专人哦 为老师谱写 立永诗恩的歌曲 向无私奉献的老师们来致敬 苗栗县长中东景重视教育 更肯定教育人员的付出 今年特别选在教师节前 针对高中职以下校长 教师教保员及助理员等 发放奖励金500元 教师节500块奖金只是 对老师的一种金额不多 但是就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 然后这个安慰奖比较多了 安慰的性质 这个是大于他的效用 当然我认为老师也是高兴的 不仅发放奖励金 考基奖金也提前入带 针对正式教师3112人 往年都于11月发放 今年也提前到教师节前 让教师们感受到温馨与重视 晚发放不如早发放 就像我如果有钱 我要还人家钱 虽然日子还没有到 我们提早还人家会感动 下一次如果要叫他 麻烦他在做什么事 也许他会更愿意做 所以我在企业界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所有的配合厂商 我只要一通电话 其实他都大部分都会同意 甚至有时候如果万一有一些 这个损失价差 他们都会愿意吸收 我想这个就是因为 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不喜欢把钱 留到最后一天才给人 欢庆教师节的到来 县府教育处更拍摄微电影 并为请专人为老师 谱写了利勇诗恩歌曲 县上中东景也一同入境 透过此片向老师们致敬 如果没有老师给我们的指导 我们也不会今天有一点点的成就 所以我对从幼稚园国小 国中到高中中的大学 每一位指导过东景的 我都抱着感恩的心 甚至是教我打球也好 甚至是我们后来重振以后 包括以前的游泉议长 还有我们洗衣药庄前县长 也算是我政坛的师傅 我也是对他们抱着感恩的心 所以我想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 这个对老师的尊敬 我觉得是应该的 希望民众都能不忘施恩 在佳节前夕 发同讯息给母校的老师们 祝贺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到了 新北市教育局举办师夺奖 表扬记者会 一共有六位老师得奖 那么记者会中 除了感谢老师对于教育的付出 同时还分享了他们一路陪伴孩子的温馨故事 送上可爱的熊娃娃 感谢校长对自己的付出 现在已是高三的王同学 就读国校时 是一个内向害羞 无法轻易与人交流的孩子 还好当时的高淑珍校长 不断地鼓励安慰 才让他小小心灵有所依靠 今天高淑珍校长获得了师夺奖 他特地担任神秘嘉宾 还带来礼物 今年大学我们家要能不能打工 要在打工 很棒 在服务店打工 可以自己赚钱 要请校长吃饭 吃一个掌声的王同学 你的孩子心中都有一把 就是没有被开启的钥匙 你的爱已经够了 那个钥匙就打开了 对 我觉得我只是代表大家领这个奖 要感谢老师的还有这位吕祖义 高三十为了参加汽车技术全国赛 时常在宿舍练习到半夜12点 当时林青南校长会来关心他的状况 后来吕祖义不但荣获了2019年国际银牌奖 现在还是三重商工汽车科老师 可以说是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从我睁眼到我闭眼 校长时刻都半我左右 那也因为这样子行在我选拔国手失利的时候 校长其实也都有不断的鼓励我跟安慰我 我跟我说其实没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再继续从头来过 只要我想要他都一定会站在我后面为我加油 今天看到祖义真的非常高兴 他是我们一个既旨之光 就从他的身上看到我们 既旨教育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一个 好像看来是一根石头 去让他里面藏在是一个钻石走过出来 新北市今年共有六位施多奖得主 新北市政府在教师节前夕举办记者会表扬 还帮得奖的老师制作了梦想起航的旅行箱 象征他们在教育旅途上与学生相伴同行 教育最大的一个特色跟精神就是陪伴 永远的陪伴就是教育的意义 新北市市多奖得主 还包括瑞芳高中杨思涵老师 新泰国中刘继文老师 安息国中吴俊瑞主任 以及教育局陈孝颖主任教官 记者会中六位老师齐聚一堂 接受学生跟同仁的祝贺 而他们春风话与爱的故事 也让社会增添更多温暖 小学校也能走出一片天 来看到这是台中污日西南国中 全校是只有177位的学生 但是校长张祥宜是积极的寻求资源 推动AI智能 因此获得师多奖的殊荣 而同样获得师多奖肯定的老师胡奇友 则是深根机器人教学 翻转了小校命运 带上VR体验虚拟实境 这里是西南国中 全校虽然只有177位学生 但校长张祥宜积极寻求资源 推动智慧教育 那我很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到的 就是我们108克刚的素养 巧克力 巧妙克服困难的能力 那我相信这个科技教育 就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 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虽然是偏乡 但是也都能够跟得上潮流 跟得上时代 偏乡小校资源有限 但校长坚持以爱和热忱 默默耿耘 让每位孩子都能跟上潮流 学习科技 也因此让他获得施夺奖的肯定 我非常地认责 做事也都很负责 然后引进这样技术 我觉得就是他 应该也是很努力地 去做这件事情 相铺机器人互相格斗 精彩刺激 镜头再转到校内的 机器人科学社 那个躲在柱子那边 面对机器人 无论是战术还是教学 都能侃侃而谈 他是同样获得施夺奖的老师 胡奇友 在校内深耕机器人教育已经十年 带领学生参加国内外的比赛 屡货家机 老师都是使用一到星期日的时间来陪伴我们 都没有收钱免费的来让我们学习 我们没有想法的时候提供我们想法 以及我们没有经费的时候去募款之类的 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学校来 然后发现说这个学校怎么每个学生都天真无邪 对念书有些部分的孩子对念书也没有什么兴趣 那甚至有些是家里 你又问他说他家里是比较弱势的 为了让这些孩子也有一技之长 所以我就把机器人跟电脑相关的资讯的技能给这些孩子 然后再引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 偏乡教育资源有限 但校长和老师齐心协力争取 让孩子运用科技翻转人生 走出一片天的同时 也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学习典范 辅导迷途的少年突破新房 带领学的一技之长 新竹县城镇中学这是一所矫正学校 那么学务主任江文嘉投入24年来 教学生气修考照 更是细心的观察意样来耐心开导 就像是再生父亲一样的温暖和护 融合了教育部施多奖肯定 刺心手臂细心拆解汽车零件 学习修理 城镇中学是收容迷途少年的矫正学校 学务主任江文嘉投入24年来 不仅带学生考取气修证照 更细心关怀辅导 获颁教育部施多奖肯定 主任在他的经验上 我们还带过很多学生 一看就知道我们大概在烦恼什么 他会注意用他的自己学过的 或者自己累积的经验 来教我们不一样的方法 学比较快 也让我们很快就达到成就 所以就很温暖的 慢慢的感觉 以前的环境都是用所谓暴力 或者是看 就是口语上这种 就是一直互骂这样解决问题 或者是看谁势力比较庞大这样 但现在就比较觉得会说 用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学生刚被安置监管 常以暴力或自残来逃避人际关系 张文家总能事先观察到异样 付出耐心 让他们敞开心胸 也教导说到做到 心安理得的行事原则 让他们回到社会后 重回正轨过人生 曾有学生出校后遇上瓶颈 迷惘找不到人求助 张文家从此24小时开手机 关注学生网路动态 及时开导心事 在小学校我们所有老师都给他满满的爱 学生心中有一些爱 其实学生出校的时候 他坏到哪里去 其实应该很难 可是晚晚学生出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社会真的太复杂 有时候遇到他以前的旧的朋友环境 或者是又产生一些困境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阻碍 我希望说这时候 有没有人及时有办法提醒 不放弃每个学生 一封封卡片和简讯 学生愿意和他分享喜怒哀乐 像对家人报平安一样 张文家说 带领他们成长蜕变是他的使命 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 简易的急救药品 恒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也只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 充实全县国中小图书馆藏书 苗栗县政府今年是获得中央补助 再加上自筹经费 共两千多万 采购了八万多册的新书 平均每位学生 是可以获得两册以上新书 特别举办了联合书展记者会 宣告好消息 也鼓励学生培养阅读的习惯 因为有书籍陪伴 加上妈妈说故事的魅力 让小朋友的生活视野扩大 多彩多姿 竹南国小学生 用话剧演绎阅读的美好 来迎接全县国中小图书馆 今年添购八万多册新书的好消息 搭配整个共读战策例之后 那以及我们的一个数位学生证的 一个馆藏的功能 我们总共可以采购 八万多册的一个图书 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其实每个学生都可以分到 二点三册的一个新书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在推动阅读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益 以学校藏书量和学生永书率 作为依据 全县147所国中小 每校获得12万到32万元 经费购书充实馆藏 让师生及社区民众借阅 在联合书展记者会上 县长钟东景与立委陈超明 都鼓励学生善用图书资源 县长跟和现场的同学约定 从小就培养运动和阅读的好习惯 我相信多读一本书 它将来就会多一本本事 那我们鼓励小孩子尽量阅读 尤其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 专家挑选出来的书籍 一定对各年级的小朋友 是最有益处的 希望我们在苗栗读书的每个同学 都能够把阅读本来是习惯 最后变成是一种享受 辽宁县圣庚阅读 如今年自筹一千多万经费 联合中央补助 全面充实图书馆藏 建构社区共独占 提高县内学子的永输率 扩大学习领域 也是迎接教师节 给学校带来最实在的礼物 根据联合国统计 在职业运动员的总数当中 女性是占了大约有四成 但是女子运动的相关报道 却是只有在体育媒体曝光的4% 那我们目前在高雄展出的 女性在体坛国际摄影展 就是以体坛中的女性身影来为主题 希望让更多运动场的女性角色 可以被看见 无论是在赛场上努力争取夹击的运动员 还是在场边加油的观众 却连担任赛事的工作人员 都被摄影师的镜头捕捉下来 今年适逢巴黎奥运 台湾国家妇女馆与财团法人 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合作 推出女性在体坛国际摄影展 以体坛中的女性身影为主题 希望让更多运动场的女性角色被看见 体育这一个项目 其实从很早之前 都会被认为说是只有男性专属 然后女性不要参加 那我们奥运这一个办理 从第一届1896年开始办的时候 发现只有全男性参与 那1900才开始有女性 那一直到2024 也就是今年我们女性跟男性 才达成所谓的平衡选手的部分 那其实就算是平衡也不能代表说 永远都不用再关心这个女性参与的过程 那尤其是其实联合国有统计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职业选手 女性其实是占了四成之多 但是真正被媒体曝光的 其实只有4%而已 那所以这个摄影展 其实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做办理 然后做评选之后 再选出一些特别让人家 感觉到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照片 然后能够到这个公开的场域来采论 给大家知道 展览目击2022年1月1号到2022年12月31号的摄影作品 呈现运动场上的女性 包含运动员、裁判、媒体、工作人员、志工与观众 真的来自52个国家 共1326件作品参赛 无论是获得评审团大奖 还是国内外获奖作品 都将各国对于性别的意识展现出来 她是一个穆斯林的女性 然后她带着她的运动头巾上场运动 像有某些比较像伊斯兰国家的这些女性 她们其实也想要参与奥运 其实奥运也会开放她们参加 但是她们的国家文化 其实不允许她们的女性是被看见的 所以她们上场的时候都要戴着头巾 拍摄的人、拍摄的身影都必须被匿名 因为她们国家定不希望她们的女性被看见 评审团大奖那一幅作品 她其实是女性的足球赛是她们赢了 那她们的队长就很欢呼、很开心 那就把她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这一幕 但是有些部分的人去批评说 女性不该在公共场合做脱衣的这个动作 好好思考说为什么我们要限制女性这样做 那如果男性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当有这样的思考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这一个事情 对这一个领域就是有性别化看待的现象 这也是这个展览想要表达的内容 女性在体坛国际摄影展 从即日起到9月30日 在高雄市社会局妇女馆二楼展示室展出 希望透过国际摄影大赛 邀请摄影师们记录更多女性身影 在鼓励女孩们跳脱性别框架 打破刻板印象同时 也要邀请民众看见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让每个人成为更好自己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九降风吹拂的季节 全台知名的新竹县新浦镇 汉坑市丙记开跑咯 今年因为这台风接二连三的来 产量是锐减超过了四成 但是透过了日晒手工按摩 还有龙眼木烘烤 牛心室是大科又软Q 以及有游客是等不及开工就来品尝 将一颗颗颗绿中带黄的柿子敢供削皮 再放到竹架上晒玉光玉 新浦镇汉坑九月展开市丙记 应今年产量锐减较晚开工 在我身边黄澄澄一盘盘的 就是今年九月盛产的牛心室 又大科又软嫩 而且非常好拍哦 一整年除了食室比试外 牛心室品种最先成熟 金黄饱满散发甜香 在竹棚下自拍 或是来到二楼俯瞰都超壮观 只是今年气候多变 台风接二连三来 加上涉浓高龄化 产量锐减四成 要拍到满棚的士兵海 要等到十月初 我们产记像早的话 九月十号就已经开工 那其他业者也到 大概二十二号陆续都开工了 那也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现在全球恼化 所以今年产量真的 又变得非常的少 大概少了四成多 对那目前就是南部的柿子的话 因为它量少之外 就是它今年因为气候关系 所以它也比较晚熟 汉坑的传统工法 经过十天的日晒 手工按摩 柴烧烘烤等 保有Q弹口感 和龙眼木熏香 基本上现在南部的果农也都是 基本上年纪也都蛮大的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那包括我们加工的业者也是 那虽然是这样但是品质一样 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用气做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品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产量变少了 那当然我们第一批的 今年的牛星寺也已经出产了 那也欢迎各位来 我们新补汉坑这边来买我们的 台湾最新鲜的饰饼 让外县市游客也能新鲜吃 今年推出保冷袋 还有环保杯套等文创 发扬农村特色 品尝软Q甜香的饰饼 正是时候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王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主播陈湘怡 Tnews联播王 明晚八点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